今天要加拿大比较多 下面一条还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华人被冒充中国警察 骗走150万家园 这样一个标题 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近日 列治文一名受害者 被冒充中国警察 诈骗 骗走了150万家园 150万家园是很多的 很大一笔钱 就引起了当地骑警的一个警告 在7月14日的报案中 受害人被告知的香港 有一份尚未执行的 那个逮捕令 叫 质文皇家骑警有组织的犯罪 这个叫什么 Dave 军事 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这些骗子急具说服力 他们使用各种手段 诱骗受害人产生古惧感 让受害人觉得不得不满足他们的一个要求 虽然我们致力于彻底调查这个欺验行为 但社区 但社区的防范意识 对未来事件的发生也是至关的重要 警方指出这种特殊类型的诈骗 以亚裕社区成员为主要目标 当局表示他们希望通过提醒公众 为防止今后再发生类呃 能够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诈骗案 警方告诉ctb news 证明受害者是通过电话成为诈骗者的目标的 有鉴于此 如果公众接到此类型的这种比特币啊 或礼品付款的电话 即便是电话者来自代表政府机构或者是非法组织 也鉴于挂点电话 这是励志文皇家奇景鼓励大家访问加拿大反诈中心 啊 网驾中心网站 他给了一个网站 我现在又不说了 了解更多的 呃 目前就比较及时的诈骗信息啊 我们来说这篇文章呃 社面文章第一就是说你提醒大家啊 就是诈骗无处不在啊 即便你出了国接受诈骗电话 你也不在少数啊 啊 我在丹麦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很久之前很久已经没有接到个查评电话了 但是对吧 但我帮别人办了那个签证之后 那我的电话就被就被泄露出去了 嗯 我自己电话是是因为我帮我岳父岳母去办理签证的时候的嘛 我要留我丹麦的电话 如果移民局有问题的话 那他给我带电话联系我 所以说我有丹麦的电话就就就移过了 但是他们在中国办签证对吧 那我的丹麦的电话就被泄露出去了 泄露出去了 时不时的他就会打我就是诈骗诈骗组织吧 对吧 他就打我丹麦的电话 然后打完了之后说上来说什么 我为什么知道是这样事情泄露出去了 他上来问我的名字 他他叫我什么 他叫我岳父的我岳父的名字 那我一听我就知道了 对不对 那就是他们办签证的时候把我的这个东西泄露出去了 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信息 这个为什么说 你就被泄露出去了 就是说被被骗的这个人 肯定他的很多的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如果说上来一诈骗电话 他完全说的驴唇不对马嘴 那谁会相信呢 对不对 他一定知道了你很多信息 他才他才能够 他才能够唬你 他才能够炸你 他能够骗你 对吧 这是什么叫苍蝇不 不丁无缝的蛋 对不对 在这诈骗组织 他得到了太多的信息 你 就会导致防不胜防 嗯 所以说每次我们都要就是 那个 多加一个心眼吧 因为我们在国外的话 嗯 可能 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不多 啊 丹麦丹麦这种就更少了 嗯 虽然现在丹麦的那种 快递诈骗挺多的 他经常说 哎呦 你有一部快递 发一发一条短信 因为快递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你去那个什么 你需要点击什么什么link 然后到他的钓鱼网站上去 啊 真的真的 比如说你付款呢 或者什么 骗一些钱之类的 啊 还有的就是 就是很多华人在这边 那个丹麦的华人也是经常接受到大便电话 说哎 你在大使馆有一份什么什么 呃 什么文件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案件没处理完 冒充大使馆的 我也我也不知道 我们中国华人的电话怎么出去的 对不对 怎么泄露出去的 为什么全部都说中国大使馆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啊 嗯 怎么泄露出去的 对 反正是对吧 第一就是在中国办签证的时候 对吧 那那是什么 丹麦 呃 你的大使馆办过护照办过什么玩意儿之后 你完了之后 你经常是会有人打电话过来 你的大使馆有什么什么什么 大使馆 你 哎 你有什么什么案件还没有处理完 然后他们都以这个名义 然后还有一种我我我接触到的就是 就是一些诈骗犯就是 是是外国人他们也是专检华人 就是特别是餐馆老板 然后他们就装成丹麦警察 所以我经常到到到你家里搜你 对吧 啊 在家里搜的话 就是很多的中国餐馆老板 对吧 大家都知道 然后收了一些现金 收了现金之后 他他他不去交税 不去那个什么的 然后就在家里有一大批现金 那警察过来之后 他如果搜到了之后 他就炸你吗 就骗你吗 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在丹麦是吧 你没有搜查令的话 你没有什么的话 他们没有人 即便是真警察 也不能进你家屋子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他他也没有办法 就是你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那你碰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你觉得特别什么样 还有就直接报警 你说你先等等 对吧 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是假的 我也判断不了 那我现在报警 我只信任我现在打电话的警察来 如果他让过来之后 对不对 你没有这么证据 我我再说 要么我找我的律师 他就把他吓走了 在丹麦有的时候 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就是说税局的人 跑到各个家 特别甚至小 那个小隔离户对吧 隔离工商户 有丹麦很多这种隔离工商户 比如说你这个 做清洁的 或者是这种餐馆老板的 他就说 哎我是税务局的 我现在要过来查你什么什么东西 你要教我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 对 有些人他就是目的就是为了欺诈 说哎呀 你看我查出你的问题来了 对不对 你必须把钱交到什么什么 丹麦有一个这样的案例 就是他可能之前在收集干 后来他不干了 他就冒充这种 跑去各种小商家去去去找他们 让他打钱打到他的账户里 天呐 好几百万 啊 完了之后呢 其实很多小商家他吃主人什么 小商家他有偷税漏税 他对吧 他他们不敢 不敢去把这个人的事情捅出来 他最后做的太多了 对吧 别人不知道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慢慢的 你又没有不错风的强啊 就把他捅出来 就是这样 对 你算不上诈骗吗 其实也算诈骗吧 就是比较 手段都比较拙劣 对吧 你跟这种中国人就是 就是 不不但一样啊 就是跟 缅北的对不对 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 是吧 缅北出来的 他们的都是有有有套路的啊 就在这篇新闻不长吧 主要是大家就是提醒大家 嗯 多注意吧 啊 要反诈中心啊 现在不只是中国 现在要反诈中心 那国外了也要 也要进行反诈中心 就说白了 就根本原因 还是我们的信息都被泄露了 这个是我们 真的是无语啊 好吧 谢谢大家